大家好 我是大伟 今天这条视频只要你花上三分钟的时间看完 就能够让你收获一套非常厉害的减肥秘籍 咱们说胖人是越胖越难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体重大了以后很多的运动你是做不了的 如果你强行去做 那么很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膝盖首先受不了 第二个如果体重过大 那身体里面的湿气会越来越重 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一种单纯的肥胖变成了湿胖 这种肥胖是非常顽固非常难减的 那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的身边有一位47岁的大哥 身高1米72体重200多斤 看起来是非常的胖 他最疯狂的时候是在减肥上面 一年就花掉了3万多 而且这3万多花下去以后 体重稍微往下降了 但是卡到一个点 就是在190斤的时候是怎么样也降不下来 然后慢慢的失去了信心 体重又恢复了200多斤 甚至比原来还要再重上一些 那现在很多运动他也知道做不了 身体的健康也在下滑 比如说高血脂 高血糖 他都有 那怎么办呢 无意之间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我的筋络减肥法 我们都知道筋络减肥法 首先是疏通筋络 第二个是帮助我们身体排出湿剂 第三个在基础之上还有一定的运动功效 那么这个大哥就跟着念了 最后给我的反馈就是平均下来 每天都能接近受益精 现在非常有信心 好了今天咱们也不藏着掖着 就把这套筋络减肥法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在减肥路上一帆风顺 那么在做动作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两把筋络拍 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 这两把筋络拍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减肥 疏通筋络 还可以帮助我们强身健体 非常的滥用实用 居家背上两把真的是非常的好 第一个动作就是拍打我们的三音胶和我们的大锥 两个点同时拍打 帮助我们更好的能变成异兽体质 那么这个三音胶是在我们的内足踝上方 大概三寸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的大锥在我们的后面 然后这个动作我做一下给大家看 首先你看一二三 做的时候我这个慢动作演示 身体你看躯干有一个微微的旋转 来一二三四 你不要感觉这个动作做起来简单 其实你如果跟我练一会儿 我们就按一分钟为一组 每天你在家你去做一个三组左右 做一会儿你这个心欲啊 包括你的这个出汗就慢慢出来了 平常很多人反馈自己夏天都不容易出汗 这个动作只要一做 这个汗就开始哗哗的往外流 这个其实是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排施 那么做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腋下要充分的打开 很多人做个错误的 很多人做的时候就这样 这样敲 第一个呢腿抬得不够高 第二个呢 这个手呢也没有完全打开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 你看腿尽量抬高 手打开 把我们的腋下啊 集圈这个位置啊 完全的暴露出来 就这样去做 很有节奏的做 如果呢你感觉慢 你就做快一点 带一点轻微的弹跳 这样去做 非常的舒服啊 经常做一做 这个整个气血啊 都能给你打通 第二个动作叫做居家超慢跑 这个动作非常的经典 不仅可以通过运动啊 打开我们的代谢之口 让我们的代谢能力啊 大幅度的提升 帮助啊更快的代谢掉身上的脂肪 同时啊 在我们跑的时候啊 它能疏通我们整个后背的膀胱筋 打开我们身体当中 排毒的一个通道啊 疏通我们的膀胱筋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 怎么去做 动作非常的简单 我们首先啊 就不拿拍子演示啊 我们做一个什么呢 俯身 小腹微收啊 然后手摆动 你看 坐的时候 一直是脚尖点地 然后我们的这个 这个脚后跟啊 抬起来啊 然后来 就这样去做 先这样去做 好 如果我们把拍子带入了以后 是怎么做呢 看好啊 俯身啊 有规律的进行一个敲打 它这个敲打是哪里呢 看 敲打的是我们的一个果窝 啊 它整个过程当中啊 你的手是根本不需要发力的 而是通过什么呢 这个腿部 你看往后 一个迎击 手自然往前 一个迎击 正好就敲上去了啊 再来你看 啊 就敲上去了啊 所以坐起来是这样 啊 从后面也试一下 好 不同的角度啊 我们从正前方看一下啊 啊 非常的舒服啊 侧边 非常的舒服 啊 如果我们很多人啊 感觉这个运动啊 感觉他运动量不够 其实你错了啊 你就啊 坐上一分钟 你就会发现啊 小腹啊 发酸 小腹里面啊 像火烧一样的感觉 而且啊 心肺功能啊 我们的身体状态啊 慢慢的就提升过来了 身上开始出汗 第三个动作啊 是疏通我们的带脉 和我们的大腿 咱们都知道 带脉有很好的 受腹减脂的一个帮助 所以呢 我们在通过 你看 这样去摇动啊 疏通我们的带脉 我们左右啊 就这样去摇啊 摇是什么呢 摇跨啊 也叫做摇中脉啊 就这样去摇 然后同时呢 我们配合一个手臂 你看这样去击打 小腹内收啊 小腹一定要内收 去摇 摇一个30秒左右 开始慢慢的 把拍子往下移 嗯 你看 移到哪里呢 就移到我们的 大腿的内侧啊 整个大腿啊 正面全部给敲打 移到下面 好 然后慢慢的 再开始 30秒 敲打我们的带脉啊 带脉一定要是 看慢动作 一 二 三 四 敲打过来 小腹在敲打的时候 你会保持一个什么呢 就平常啊 很多人肚子还不瘦 肚子挺出来 但是你在敲的时候 他会逼着你肚子往内收 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加上代脉本身自带啊 减肥的一个帮助 所以呢 我们就一边敲一边咬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拍子啊 再往下 疏通我们的下面 再慢慢的 看 啊 我们的代脉的疏通 再到下面啊 好了 以上的三个动作啊 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经络减肥法 这三个动作啊 你去做 不仅啊 可以通经络 而且呢 还能很好的减肥 包括啊 对于我们的膝盖啊 对于我们身体的关节啊 没有任何的压力 而且很好的啊 帮助我们从内在啊 去调节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肥胖 身体里面 比如血脂高的 血糖高的 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去做 最后给大家讲一下 咱们的拍子啊 选择两把是最好的啊 千万不要选择一把 一把的话 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敲打 而两把的话 咱们才能编排起来动作 对于你的帮助啊 才能达到一个最大化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啊 大家把它收藏下来 以后随时打开啊 随时就能看到 我是大为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